男人为了回到过去 用四十年时间收集回归大早的材料 不仅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手臂 更是从意气风发的少年 变成了两冰斑白的大树 然而当他拿着这些东西 找到鬼灵门门准时 鬼灵子却提出了一个要求 如果你真的回到了过去 那么你一定要去找我 然后阻止我结婚 原来鬼灵门有一种秘密 一旦开启就能让人回到过去 然而数百年来 无一人能够施展 因为开启秘法必须集齐四种神物 他们分别是封天教的阴雷中 就要准备五百万两 可除了最后一些 没有人能够将其余四种材料集齐 直到男人不惜用四十年时间 终于拿着他们来到了鬼灵门 鬼灵子好奇男人 为什么这么执着地想要回到过去 男人只是冷冷地回答 他要复仇 他要向古今第一人花无忌复仇 原来男人本是天魔的第二个 可花无忌不仅杀了他的父亲 还杀了他那奸诈的哥哥 但这些都不是他想要报仇的原因 而是因为在花无忌产除魔教的时候 不仅把手无腹机之力的仆人小孩都杀了 甚至连里面的动物都没有放过 既然这个时代我杀不了 那我只能回到过去 他杀了 听完男人的话 鬼灵子神情瞬间严肃起来 他郑重地请求男人回到过去后 一定要阻止他结婚 男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我答应你的要求 片刻后当四件神物准备完毕 鬼灵子开始口念咒语 一股无形的能量席卷了整个房间 下一秒一到时空之门平坤出现 鬼灵子兴奋地告诉男人他成功了 然而当他回头望去 却看到男人奄奋一息地摊坐在地上 这一刻鬼灵子的眼神瞬间暗淡了 他转身就朝着时空之门转去 可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再也无法动 而男人的身影犹如鬼魅出现在他身上 男人愤怒地质问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 鬼灵子却只是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看到鬼灵子老泪重横的样子 男人最终还是松开了手 他微笑地看向对方 要是别人我一定不会放过 但如果是你的话 我能够理解 谢谢你等了我一辈子 而当他把这句话说完的时候 整个世界突然陷入了静止 与此同时男人的耳边传来了一个老者的声音 恭喜你通过了所有的测试 只见一位掀气凛然的老者凭空出现 男人好奇地询问对方是谁 我是可以送你回到过去的 不然你真的以为几分一些灵物就可以违抗天命 回归大法真正的材料并不是这些奇真语 而是为了收集他们而付出的牺牲 鬼灵子就是最后的测试 而这最难的一步却被男人轻松通过 既然我通过了测试 那我能回到过去吗 老者并没有回答 反而询问男人回到过去后又能走 我要重新主导自己的人生 就像对花无忌的愤怒 我不想再随波逐流任人阻礼 听到这些话 老者的身影便开始往往消失 只留下了一句期待你的新人生 整个世界也随之恢复了原样 男人义无反顾地朝着时空之门走去 而在他的身后鬼灵子不断发出请求 请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一定要阻止我结婚 随着男人的身影彻底被白光吞噬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 便看到了无数人引证潮的他方 与此同时 一道灵力的目光从看台上直射了 正是他的天魔父亲 还没等男人反过神来 一个刺耳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李公子 你到底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这一刻男人终于确定 他真的回到了过去 回到了心魔斗争的那一天 曾经的他为了挽回这一天的失败 用尽了各种方法 可他最终还是被踢出了天魔继承人的争斗 想到这男人满脸的畅鸽 不过就在他愣神的片段 旁边的男子再次传来了不耐烦的声音 直到看清对方的面孔 男人这才想起他就是 血天刀魔的五弟子巨评号 也正是因为此人 男人失败的一生就此开始 他转头看向台上的父亲 他看到了父亲那一筹莫展的样子 这一刻他也终于明白 原来父亲早就知道 现在的他中了散工赌 而父亲之所以无动于衷 为的就是想看自己 如何突破这道难关 想到若是以他回归之前的实力 就算没有内功 也可以一招之内干掉巨评 但现在的男人 并不想展触真正的实力 于是他大声向在座英雄豪杰宣布 我将不使用内功 接受巨评号的挑战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要知道这场心魔斗争 有可能决定未来 继承天魔之位的 身为天魔的父亲 在宣布下一院教主 将从教内选出的神 整个魔教就风动一时 这也就告诉世人 只要有实力就能当上天魔 而父亲为了证明 自己说的是真的 便在教内展开了一场比武大会 在心魔斗争中 可以向天魔的两个儿子 发起挑战 凡是获胜者 无论输赢天魔 都将满足对方一个愿望 而为了赢得这场争斗 巨评号收满了厨房的仆人 让他在男人的范围下了散工赌 正是因为这卑鄙的手段 上一世他彻底的输了 可当他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之后 父亲非但没有说些什么 反而用轻蔑的目光 责怪男人竟然会上这种大 所以这一世 他要用不同的方法打开对 此刻 听到男人不使用内功战斗 台下的人群纷纷开始起步 巨评号被这些人一番鄙视 果不其然上网 气急之下也表示 他也不使用内功 就这样 两人之间纯粹的武力比拼正式开始 但很快两人的差距就斩入无影 毕竟拥有几十年武术造影 再加上这副年轻的身体 男人连武器都没有拔出 就将巨评号打得满地找 既然他已经回到了过去 那他就绝对不会再任人摆 随着战斗结束 所有人都好奇男人会选择什么角 可是他却只是淡淡地听说 我希望能和父亲一起去打电 听到这个情绪 天魔先是一乱 然后留下了一句明天凌晨出发 便转身向台下走去 片刻后男人回到房间 他仔细地端向起自己那年轻的面 果然和那时的自己不同 不过看着看着他又沉默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趁花无忌 还没变强之起 找到他将其直接抹杀 可问题是想要找到花无忌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他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突然出现在武林中 仅凭一己之力便灭掉了武林盟跟邪道 而在他铲除魔教后 又突然从武林中消失 因此人们对他的了解很少 所以若是现在派人 在整个中原武林寻找他的 很可能会引起他的注意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那就是变得比花无忌更强 正当男人思考 接下来该如何计划的时候 房间的大门突然被人推 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 男人转身望去 在看到人影的那一刻 他的心中只有无比的愧疚 来人正是他的贴身护卫李安 一个高大魁梧的胖女 前世的他并不知道 李安之所以如此 就是为了保护他学习了一门武功 全身石化功 这门功法可以让身体 暂时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 但却有一个致命的负责 那就是学习者的身体会变得负责 上一世在花无忌挥出剑气的时候 李安用身体为男人挡下了致命一击 也多亏了他男人才得以苟活下来 如今能够再次听到李安的声音 男人这才知道 眼前这个女孩比他想的还要文化 女孩天生长着一副倾国的容颜 所有人都说她长大后会成为天下第一美 但就是这样一位美丽动人的少女 突然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那时的男人并不知道 女孩变胖后哭得有多么的伤心 甚至对这样的他越来越冷淡 直到他得知了女孩变胖的原因 为了保护男人 他放弃了成为爵士美女的机会 学习了一门全身石化功 当男人再次看到女孩那胖嘟嘟的脸 他发誓 这一世一定要帮女孩解决全身石化功的副作用 就这样他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女孩 女孩很快就察觉到了男人奇怪的举动 男人也知道 他跟着自己走 我带你去看更奇怪的东西 男人头也不回地直奔厨房而去 他叫来厨房里的所有人 包括掌勺的大厨以及负责打杂的帮工 然后冷冷地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掌勺的大厨却不知道男人是什么意思 直到男人直接开口询问 为什么要在我的饭菜里下来 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此时一旁的帮工已经被吓得脸色惨了 他慌忙地大喊着不是我 可这一切男人早已知晓 这个帮工因为赌博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甚至连父母和朋友的钱都输光了 最终这才铤而走险接受了巨评号的会议 他跪倒在地上拼命想要求饶 可不等他把话说出口 男人直接一见了结了他的生命 看到这一幕的掌勺大厨跪倒在地上痛哭流体 对不起少教主 都是老朽管教不严 请少教主责罚 然而男人并没有责怪对手 林伯 你为什么觉得是你的错 要怪就怪那个下毒的家伙 可是 厨房里发生的事情都是老朽的责任 男人打断了林伯的话 如果魔教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也是我父亲的责任吗 这一刻所有人都哑人了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倒不如晚上给我做一碗祭司面吧 我好久没吃了 说完男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厨房 李安连忙跟了上去 他走在男人的身后欲言又止 只是觉得今天的公子真的有点不一样 第二天凌晨 父亲看着男人背上那巨大的急脑 好奇地询问这都准备了什么东西 男人只是淡淡地解释 这些都是这几天需要用的东西 可父亲却说 我们只会在山上待一天 明天就会下来 我们玩得尽兴想多待几天了 父亲白了一眼 做你的白日梦呢 虽然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男人已经发现 他对父亲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在他的印象中 父亲沉默寡言不苟言笑 但实际上父亲比他想象中健谈了对付 你的表现还不错 听到父亲的话 男人知道他说的是自己击败剧评好的事情 当时的他虽然没有动用内力 但因为拥有前世的战斗经验 还是让他在举手投足之间展现出了远超同名人的实力 这一点他相信父亲早就看出了 于是半开玩笑的说道 我隐藏了实力 我可不是只会虚张声势的猫 而是一头隐藏了力爪的猛兽 父亲停下了脚步 转头看着男人问道 我也这么觉得 但既然是猛兽 为何要隐藏力爪呢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所以你仍旧只是一只猫 父亲说完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可很快他再次问道 你修炼的飞天剑法已经达到第几次 飞天剑法作为天魔一脉的独门剑 虽然比不上父亲修炼的酒祸魔宫 但也算得上是顶尖的武学 男人知道他根本骗不了父亲 于是如实回答道 已经大成了 然而话音刚落 一道凌厉的指风擦着男人的领夹飞了过去 他本能的侧过头 这才躲过了这一击 父亲惊讶地看着你 你真的已经大成了 男人摸了摸被指风擦过的领夹 有些后怕地说道 您怎么不问清楚就动手啊 万一我没躲开怎么办 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你真的大成了 就应该能躲开我的指风 我的这张脸可是长得像父亲一样 要是真的破相了 那该多可惜啊 父亲冷哼一声 并没有理会他的抱怨继续朝前走去 男人心中暗暗吃惊 哪有父亲会对自己的儿子下如此狠手 还没走出几步 耳边再次传来了父亲的声音 以你这个年纪 就能将飞天剑法修炼到大成 确实是件值得夸奖的事情 这一刻男人愣住 前世的他直到三十多岁 才将飞天剑法修炼到大成 如今父亲会感到惊讶 也是理所当然的 接下来的时间 父子两人并肩而行 虽然没有说话 却仿佛进行了一场无声的交流 不过男人还是率先打破了沉默 父亲 您的狩猎记性是跟谁选 我的哥哥 父亲回答道 原来我还有个大伯吗 说到这里 父亲的神情瞬间暗淡下来 他已经死了 死在我的手里 就和你现在差不多大 男人沉默了片刻 坚定地说道 您做得很对 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出声 父亲停下了脚步 深深地看了男人一眼 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当时的我别无选择 男人非常理解父亲这句话的意思 父亲的心中一定充满了痛苦和挣扎 骨肉香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前世的他见过太多表面风光 内心却伤痕累累 所以他才会故意说出那方法 为的就是想要帮助父亲 释放心中的压抑 既然父亲你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请您也不要指望 我能找到不杀死哥哥的方法 况且您给我的哥哥 卑鄙无耻心狠手 根本不值得我去同情 父亲转头看了男人一眼 眼神比之前更加的冰冷 看来你在背后骂得还挺凶啊 他是魔教第一至尊天魔教主 一个人人都要尽而未知的人物 可哪怕强大到如此 心中也有无法抚平的伤痛 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哥哥 而如今他的儿子们正经历着同样的痛苦 可他却无能为力 因为这是成为魔教教主的必经之路 当听到男人在背后对自己的哥哥有颇多意见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失望 可对于这些男人并不在意 毕竟和他那能力出众的哥哥相比 以前的他确实总让人失望 不过这也让他更加坚定 自己不会再像前世那样优柔寡断任人摆 随着父子两人的脚步再次加快 男人看着父亲的熟悉又陌生的背影 产生了一个疑问 因为上一世的他并没有结婚 所以并不知道有孩子是什么样的道具 他很好奇 对于父亲来说 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而就在这时父亲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手指前方询问男人看到了什么 可顺着父亲的手指看去 男人除了看到一片茂密的树 什么都没有发现 那是我们的晚餐 听到这话男人就要从鸡囊中取出弓箭 说完父亲让他按自己的引导去走 闭上眼睛用心去感受 这是一种通过感知周围的波动 来判断对手实力的方法 也就是蒸汽外访 男人闭上眼睛防缓释放出自己的蒸汽 然而除了父亲的气息之外 他什么也感觉不到 父亲的气息平静而生存 仿佛隐藏着足以毁天涅地的力量 这时耳边再次传来了父亲的引导 只需要释放出一缕蒸汽 然后像抽丝一样将它慢慢拉长 前世的他释放蒸汽都是为了攻击或者防御 这还是他第一次用蒸汽去感知周围的事 而随着他的蒸汽不断满 他也终于感受到了一股微弱的生命气息 毛发粗硬体型修长 事业珠毛 父亲用惊讶的眼神看得能 我刚开始离这么远的时候 甚至都猜错了 听到这话男人这才反应过来 我可是天生的神武之体 可听到神武之体这四个字 父亲的眼神却微微一变 前世的男人一直对父亲心存芥蒂 他明明是一个追求力量的 可为什么却对自己这个天生神武之体如此莫不关心 直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只有当自己展现出真正的天赋和实力时 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尊重 夜晚 烤肉的香味在山林中弥漫开 父亲好奇男人什么时候学会处理猎物 男人随口找了个借口说是从书上学 眼看父亲依旧心存疑惑 男人连忙岔看话 您现在坐着的虎皮可是我特意为您准备 背着他爬山可把我累坏了 父亲的嘴角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 你想要和我一起打猎 难道是为了讨好我 好让我选你做继承人吗 当然不是 我知道您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就敢变静 况且就算没有您的帮助 我也一样可以成为教主 对于男人这份自信父亲倒是感到有些欣慰 那你为什么想和我一起打猎物 男人并没有隐移 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因为我想跟您学习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不过这个目的我已经达成了 听到这个理由父亲感到有些意义 他用锐利的眼神直叮叮地看着你 仿佛就要看穿他的内心 男人连忙解释 我变强并不是为了成为教主 况且父亲您保到位了 我可不想浪费我的青春去争夺那个位置 只要您能将酒祸魔宫传授给您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话也的确是男人心中所写 他必须尽快得到酒祸魔宫 并且将其修炼到极致 甚至超越父亲的境界 因为就连修炼到帝师从的父亲 最终也败在了花无忌的手中 父亲面无表情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随后再次问到那第二个原因 我想和您单独相处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读处 父亲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 真是廉价的感情 男人却反驳道 和天下第一高手一起独处 怎么会是廉价的感情呢 就像喝酒一定要喝天下第一美酒 不是吗 一时间父亲被男人的话愣在了原地 他冷冷地转过头去 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看着这样的父亲 男人想到自己对于父亲的记忆 似乎除了恐惧就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这一时他不会再让自己的回忆变得如此苍白 不过这并不是为了父亲 而是为了他自己 第二天清晨 男人早早收拾好行囊 本以为父亲准备带着他下身 但没想到父亲却开口说道 好不容易来一趟 怎么也得猎一头老虎回去吧 男人知道 他这么说并不是真的想要猎物 而是对于男人这两天的表现还算闹 想要再和他多待一会 男人表面高兴地跟上了父亲的脚 两人再次踏入了深山老龙 可没走多远 父亲却突然让男人避上双眼 目标在右侧一百米外 比昨天更远一些 这次你要感受风的动向 让你的真气成风而行 男人心中疑惑 却又不敢多问 自从他修炼武功之后 还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真气融入风中 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人教过他 而且他也没有从任何秘籍中看到过记者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感 他按照昨天的方法 小心翼翼地释放出一粒真气 同时耳边传来了父亲的指导 以最快的速度将真气延伸到目标所在的位置 可是想要将真气融入风中 谈何容易 他能感觉到风 也能感觉到真气 但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始终无法交换 男人尝试了各种方法 但始终不得要 父亲没有说话也没有催促 只是背着手静静地站在那里 这让男人感受到了一丝孤独和落寞 也就在这无意之间 他释放的真气和风相互纠缠在了一起 就这样乘着风不断向远方蔓延 直到触碰到了那只老虎 男人惊讶地睁开双眼 他已经能够准确地感知到老虎的位置和气息 同时父亲也用惊讶的眼神看见 似乎没有想到男人竟然这么快就掌握了这种机器 你要勤加练习 当你释放出的真气越多 你的寿命也将越长 男人兴奋地表示他记住 随着夜幕降临 男人从鸡囊中取出了他的杀手机 一谈美酒 父亲喝完连连赞叹真是好酒 可男人却装出了一副这酒太烈的表情 虽然他的酒量很好 但他并不想在父亲面前表现得太张的 可这副表情却让父亲一阵嘲讽 哪有魔道中人喝个酒都哭爹很难 男人并没放在心上 酒量差又能如何 比起毒酒 我更怕人心 父亲冷笑一声 出乎意料地问道 如果为了活命 又怎么能伤害父母 可其实这是他的谎 如果真的有必要 他一定会杀了父亲 这是男人第一次跟父亲这么聊天 于是反问道 那父亲你会杀了我吗 父亲并没有直接回答 如果你连这件事都要考虑懂 那就不要轻易说出人心这两个字 这一刻男人从父亲的眼神中看到了答案 他是魔教八大高手之一血天刀魔 武力甚至连天魔教主都不敢小觑 男人却将他的徒弟打成了残废 可他并不担心因此遭到报复 因为血天刀魔从来不会因为外物伤到自尊 然而他的徒弟却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自从狩猎场回来之后 男人便一头扎进了练功房 开始苦练父亲传授给他的气质延伸素 此时的他已然能够熟练地将真气融入到封中 并且释放的数量已经从一条变成了四体 这不禁让他感叹真是太有趣 简直就像是多了几条命 以后就可以提前洞悉想要袭击自己的敌人 而且继续修炼下去 如果能像父亲一样同时释放数十条真气 那么他就可以识破敌人的隐身术 只可惜哪怕是这么厉害的足迹 最后还是输给了花无忌 甚至连天魔殿也被他彻底毁灭了 要知道天魔殿作为天魔神教的境地 里面不仅设有三道阵法和六重机关 而且以天魔殿为中心 八魔尊各自率领着自己的势力 驻守在天魔殿的八个方向时刻护卫着教主的安全 其中北方是由一花剑尊领导的北天剑家 他们各个都是用剑的高手 南方是血天刀魔统领的南刀宗 这些人的刀法极其霸道凶狠残暴 东方和西方则分别是不败拳魔统领的东拳门和射魂魔统领的西幻城 至于其他四个方位也是由各领域的高手驻扎在此 曾经的男人原以为敌人是从外部攻破了天魔殿 直到后来才知道 在那天晚上天魔殿的外部防御根本就没有被攻破 这也就意味着一定是八魔尊中的某个人把花无忌带进了天魔殿 至于那个叛徒 有可能只有一个人 也可能更多 不过 不管是谁都已经不重要 因为在男人的心里八魔尊通通都是叛徒 在父亲去世之后 他们没有一个人选择为父亲报仇 而是纷纷选择了封山闭门苟且偷生 这件事是未来发生的事情 所以男人对于他们未来过着什么样的人生 以及怎么死的他都很了解 所以他要好好利用八魔尊 想到这他大步朝着门外走去 可这时门外却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 只见几人对着李安破口大骂 死肥猪 快把李公子带过来 男人缓缓走出房间 他并未理会来人 而是对着李安关切地问答 我修炼的时候不是让你先去忙吗 难道你一直守护在这 李安只是小声地说着保护您是我的侄子 看来这几天他一直守在这 寸步未离 也就在两人言语间 来人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 李公子 你终于出来了 没想到你竟然躲在里面修炼了这么多 说话的正是血天刀魔的二弟子梁栋 这家伙和剧平号一样都是人渣 之所以他敢如此长谷 都是因为男人的父亲从说过 凡是教内的人都可以当上继承人 这也就勾起了教内一些人 想要通过打败天魔的儿子杨明利万人 男人冷冷地问他 你找我有什么事 您还不知道吗 巨师弟已经被您打成了废 所以呢 你是想让我去照顾他吗 梁栋文言大怒 你是觉得我在开玩笑吗 可男人并不吃他这一套 我们之间好像还没有熟到可以开玩笑的地步 梁栋被男人的态度气到火冒三丈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如此的轻视 他怒斥男人要为师弟的事情负责 男人知道这家伙让自己去道歉只是个借口 因为血天刀魔没有指定男刀宗的继承人 所以他的弟子们都在想方设计讨好 梁栋就是想要借此机会在血天刀魔面前表现自己 于是男人直接戳穿了他的怒务 你以为这么做 就能成为血天刀魔的继承人吗 男人似笑非笑 然而下一秒却脸色已 真正应该道歉的是你才对 梁栋一愣 道什么歉 你刚才侮辱了我的护卫 你必须向他道歉 梁栋上下打量了李安一般 眼中充满了不屑 李安也并不想追究这件事 但男人又怎会再次让他受这种委屈 他大步朝着梁栋走去 如果你跪下向我的护卫道歉 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这可把梁栋彻底激怒了 他大声吼道就算死我也不会下跪的 而男人等的就是这句话 只见他冷冷一笑 缓缓拔出武器 梁栋不可置信 你疯了吗 难道你真的要为了那个肥猪杀了我吗 男人剑指对方 我的部下值得我这么做 顿时场面开始剑拔弩张 梁栋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杀气腾腾同样拔出了武器 既然这样 那我就砍下你一条胳膊为师弟报仇 他很自信认为自己一定能将男人打包 但紧一瞬间 男人手上的宝剑便贯穿了他的头颅 要怪就怪你这张嘴 不仅侮辱我的部下 而且没有向他道歉 这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不敢相信男人竟然真的杀了梁栋 就连李安也愣住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少爷呢 剩下的两人指着男人怒道 你这么做能承担后果吗 可男人依然神情冷漠 你的嘴巴和你的师兄一样臭 此话一出两人顿时闭上了嘴 替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的师父 如果敢胡说八道 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算账 就这样他们背着梁栋的尸体灰溜溜地离开了这里 而此时的李安看向男人的眼神充满了复杂 他不明白少爷为什么要为了他这种小人物做这种事 男人又怎会不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血天刀魔不会善罢甘休的 男人却让李安不用放在心上 他只是杀了一个该杀的人而已 况且血天刀魔也不敢动手 因为就算他出面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只会被骂养出了一个没用的图 事实也的确如此 男人不仅会没事而且可以得到不少好 他这些做法可以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 如果说成为教主继承人士按分数计算的话 那今天男人算是加了一分 听到自家少爷这番解释 李安这才放下心了 谢谢您少爷 刚才您为我出头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男人微微一笑 你当然要感谢我 而且一辈子都不要忘了这一题 李安笑了 笑得很灿烂 既然我已经回来了 那以后你也要像今天一样永远笑下去